自适应网页设计 我们一样点选右手边这个图示 这个地方提供一个连结 让大家了解什么样的东西叫做自适应网页设计 它的英文名字叫Responsive Web Design 那么在网页设计当中 我们现在这几年慢慢有 智慧型手机跟平板电脑这些行动载具兴起之后 那所以有些人他们在阅读的时候 就会用行动的载具来观看网页 那我们传统所做的这个网页只是给个人电脑用而已 那所以呢在行动载具上面所看到的这个网页 并不能呈现最好的效果 于是乎呢就慢慢有这个Responsive Web Design 这个网页的一个新名词就起来了 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发明这一个 为什么要去做Responsive Web Design 那么它的目的就是嘛 因为有越来越多人他用的是智慧型手机跟平板来浏览网页嘛 那所以呢就是让这些使用者有更好的体验 那我们才会去做Responsive Web Design 那什么东西又叫做Responsive Web Design 它在这样的概念是什么呢 那在这个网站呢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地方有个例子 那我们把它点选进来 那它这边特别的告诉你 如果说呢我们的网页呢 是超过 在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你的螢幕的解析度是超过 1920x1080的话 它会用四栏 会用四栏 那现在我们的录影的画面 只有1024x768而已 是比较小 所以这个画面呢 一看呢它只有呈现两栏 左栏跟右栏而已 只有两栏 那请大家我把它缩小一下 在这个地方把它缩小一下 然后呢我把它 把它缩小 好 我渐渐的把它缩小过来 好 请大家特别去注意到上面这一个区域 现在有几个图示 这样看起来都好像是很正常 那当我们用行动载具 在观看这些网页的时候 因为行动载具上面的画面 是比较小的嘛 所以呢 我们的画面如果说呢 一说说说到极致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自动的变成这个图示 好 你把它 我们把它打开 发大 拉小 拉大 拉小 是不是它就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是专门给行动载具来看的 然后当你那些超连结不见的话 你只要按这一个 按下去呢 它其实都躲藏在这里面 好的 好的 OK 所以呢你看啊 我们 在拉大的时候呢 再把它拉小 它就变 这个地方就是 所谓的自适应的网页设计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不可能说一直拉到很小很小 好 当我们把它拉到极致的时候 你再怎么拉它也不会再动了 那么这每一个都是一个嘛 网格 那么它就会帮你嘛 放在这个地方 好 一格一格的往下排 好 往下排 好 那传统的网页呢 就不是这样子 传统的网页它会 使用者就要嘛 使用者就要嘛 用这个 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 手啊 在上面滑过来滑过去滑过来滑过去 那不是一个嘛 让行动载具观看网页的一个好的体验 所以呢 为了让 这些 行动载具能够在观看网页有更好的体验 所以才会有这个Responsive的Web Design 这样的一个概念产生